你会儿 喂 姐妹 你还在睡啊 我的天 你对错大节奏了朋友 快点看我发你的视频 我们名神的手啊 天哪 我都要哭出来了 这个视频是 放的吧 别看这女人 平日里傻白甜 背地里鬼进耳多着呢 说不定就是怕陆岳 抢了她的全国赛 首发位置 才眼巴巴凑上来 发了这个视频 大兄弟说得好 简直最毒妇人心 好的 您放心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妥当的 看我们的角度 我们绝对不影响角度 也许的 好好好 对对对 您放心 律师韩总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飞机房间 我说得很少 先给你 我说得 我说得很少 什么事啊 下次比赛能跳多个像 您忙啊 甚至这样 好好好 那退退退退退退 那您先忙 诚哥 小胖呢 上厕所去了 说马上下来 你好 童谣 我是关伯娘 关伯现在都快要被挤爆了 又是深讨律 又是求真相 还有小姐姐 你时候都点赞微博的事 也被人挂在评论区 都置顶了 你看看 这下面 全都是跟风恶评的 笑你个大头鬼 这次 可不是装死不回复 就能过去的 咱们得赶紧想想解决办法 陆月 你还是别看了 没几句好话 别看了 小蕊 我解决一下关伯的事情 喂 你好 后悔吧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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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就跟你说了 职业选手也是半个公众人物 言行举止和在学校不一样 凡事低调点 别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首先 这件事肯定是冲着陆月来的 她这刚竞赛期结束回到俱乐部 就有人把视频放出来了 很明显 就是想利用公众舆论 不让她回来 这个视频 只有我们内部自己人有 我说句老实话 当时消息为什么会被封闭得那么好 因为看过这个视频 接触过这个视频的人 加上KTV的工作人员和警方 绝对不超过二十个 KTV的保安和警方 都是一群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在他们看来 这事跟电竞扯不上任何关系 完全就是一群年轻人在打下斗殴 剩下的 就只有我们俱乐部 和JK战队 JK战队的人 肯定不敢放出这些视频 因为就舆论压制里来说 放出这个视频 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当时决定把这事压下来 也是大家一起商量的结果 他们表现得 甚至比我们更加迫切 为什么 不是陆岳先动的手吗 但是他们还手了 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不是这么用的 当时他们那些人 想要制服陆岳 将他摁在地上 想要抢他手里的武器 这叫正当防卫 后来 他们又把他揍了一顿 这叫剧中斗殴 不过在我看来 这也叫活该 好了好了 总之这件事 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做的 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我代表俱乐部 希望你能够站出来 好好把这件事解决了 现在外面风言风语的 每个人都是站在风口浪尖上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内部再不团结 那真的要出大事了 视频是我发的 胖子 我没想到会连累到你了 童谣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连累到你了 这件事 我只针对陆岳 我还是那句话 他要做替补 可以 那是俱乐部的自由 但是我个人 不接受这样的对付 小胖 你别说了 这样的人归队 你们都答应 我不行 我也不接受 你 你说什么 他是明神退役的罪魁祸首 他必须要给我们所有人 一个交代 他不是我退役的罪魁祸首 明神 你这样护着他 就可以掩盖他所有的错误吗 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脱离明神 为什么要连累整个队伍